其實以現在來說 這裡可以做 One Bedroom Plus 職業病上身 它的樓底很高 大家好 歡迎收看 MyKalib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又是週末了 去探索一下這個地方 現在我在黃金線的其中一個站 叫Glong San 不知道大家對這個站是否很不熟悉 沒錯 但這個站是在大家很熟悉的Ikon Siam Jarunakon的一站之隔 今天來做什麼呢 我打算去探索一個非常有歷史意義的地方 叫Long 1919 這個地方其實跟以前華人過來泰國生活很有關 所以我就在這個站落 我們3號出口就會走過去 好 出發了 其實剛剛來到這個站 如果大家真的有機會過來這邊 看到其實跟Ikon Siam有些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有很多的小店 老字號的小店也都在 但是這些路呢 其實我以前來過的這個地區 它鋪得漂亮了 所以走下去也舒服一點 我覺得老字號店就好像後面那間賣豬手麵 然後現在其實也是叫早餐時間 會買一些燒豬肉串 都挺平民的 對 這裡生活你會覺得很寧靜 哇 它有一間很漂亮的咖啡 進去買一杯飲品 很古典 整個感覺 好像一些糖牛的感覺 Vintage 出來是很 modern 它有兩隻咖啡豆 我買了一杯咖啡豆 都有兩隻咖啡在這裡選擇的 一隻是比較乳酸的 一隻是比較乳酸的 這間咖啡真的挺漂亮的 其實跟下面的感覺很不同 原來這間咖啡的主題就是 Keyoto的大正時代 所以那些東西很日式 好 喝完一杯 Americano 真是精神一點 每天早上都要做一杯 沒辦法 現在提醒精神 繼續我的Adventure 剛才那間咖啡 再走前一點 就有一個路口 就是這裡 轉進去 直走 就會去到1919 好 看看 很喜歡這條路 第二 很便宜 第二 不會人車爭路 左邊看到一些咖啡房 感覺好像回到舊時 再舊一點的泰國 比較唐人街的泰國 有些咖啡房 有些咖啡房 可能寫為範體中文字 也想說一說 我現在正在去那個浪 1919 雖然現在是一個很漂亮很漂亮的 文創園區 也有很多東西看 很多art去看 但是拉馬四世 說一百五零年的時候 一百多年前 很多華人移居於泰國 就是這個地方 作為第一個樂點 說的是拉馬四世的時候 所以也有這麼久的歷史 上去看看 現在差不多到了 大家走走走走到這個位置 看到一些舊屋 和藤横 就橫生 不要以為 是荒廢了大廈 因為這個也標示了 你已經到了浪 1919這個入口 就是這裡 為什麼入口不窄 大家可以看到 好了 它開是開8點 就收6點半 所以 早上 日後的時間來 就會多一點時間去看 晚上6點半 其實也挺早 哇 幸好我早來 現在真的沒有什麼人 很漂亮 它這裡呢 其實我覺得它保留得很好 就是 那個古舊式的形態 正在保留 它這裡還有一個廟 讓你求籤 我想這個地方呢 很適合大家 如果 Icon西亞走完之後 就是 帶給一個站過來 打卡拍照 原因是 我覺得整個環境 是很舒服的 很寧靜的 但因為 可能之前疫情的關係 有些咖啡店已經關門了 所以你能夠做到的事情 就是它有些服裝店 給你租衣服 去拍照 然後有個廟 媽祖廟 給你拜神求籤 還有 形形色色 好像四合圓 感覺的 古代建築物 給你拍照 我相信如果你 下午 因為我現在還是 接近中午的時間 下午 可能三四點的時間 會更漂亮 因為可能日落 我現在走去 那時候的水路 那個點 就給大家看看 原來 一百多年前就是這樣 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這裡 以前 一人同僚過來 就在這裡 下腳點 然後 一位陳氏的家族 就建立了這個地方 就讓別人過來這裡住 這裡其實 除了大家 學我剛才的 坐BTS 去到Glong San 然後再走路過來 也有些船 可以到的 但竟然到 這裡有個牌 叫浪浪 就是這個地方的名字 1919 就可以在這裡 下船 好搞笑 在這裡 補育 做大戲的衣服 我猜 這件是 用膠袋 封住它 OK 很可愛 大家如果 上到二樓 這裡 廟座上面 這一層 我聽說 有個牌匾 上面 看到嗎 這個 是清朝 光緒帝的時候 那個時期 將這棟 傳過來的 嘩 有這麼多歷史 那些窗框 真的很古色 真的 回到當年 是 我覺得如果大家 有些 閒餘時間 真的可以去看看 那挺有特色的 雖然那些咖啡 那些店 沒有了 但是如果 只是打卡 你會看到很多 很漂亮的東西 以前 古時流下來的 一些 遺物 那 特別是這個位 中庭位 好像以前 看得多太多 沒有合劇 就好像 你可以在二樓 輕功跳下來 然後就可以 比鬥 這樣 有那種感覺 讓你感受到 這裡 其實大部分的位置 你都可以 去拍照 而且 它特別幫助 現在一些 中式的音樂 令你更加 去代入到 那時候的感覺 這裡有一間 吉的 我不能叫做示範單位 就是讓你參照以前 古時的人 住的 屋是怎樣的 哇 這樣就看到了 烏背光 其實 以現在你說這裡 可以做 one bedroom plus 職業病上身 它的樓底很高 我相信也有四米 至五米 以前的人 生活都 空間感比較多 現在因為 空間感越來越小 我不知道以前 住了多少人 我想 都幾多人 可能兩三個 四個 好 去完這個浪 一九一九了 我自己有一點點驚喜 尤其是因為 其實 我會期望 還有一些店舖 營業中 但其實大部分 都因為 COVID 已經 倒閉了 剛才問了 工人 通常去那些人 都是 純粹打卡 去看看歷史遺跡 我自己覺得 是值得看的 還有很多打卡位 大家可以 拍照 再加上 現在因為有黃金線 所以交通 都比較方便 剛才我從 Klong San 走過來 都不用 8分鐘 我想7分鐘已經到 我會推薦 大家可以過來 看看 又不用付錢 又不用付入信費 為什麼不 好 今集 踏上我的浪 一九一九 就到這裏 如果大家 來過 或者以前都來過 都在留言欄 分享給我聽 或者你將會去 都可以告訴我 大家不要忘記 comment like and share subscribe my channel 還有按下鐘仔 拜拜